软件的这个能力已经融入到车辆的本身 通过建立数字轮身 我们能够让车辆的数据和云端的计算能力 无法融合在一起 同时能够通过数字化生态 接入更好更多的外部生态 为我们的车主提供这种更好的互联驾驶 和这种移动出行的体验 下一代这个智能网络的这个车企的这种核心能力 其实都是说我们像做软件一样做车 我们数字化的竞争力 能够决定的这个汽车将来能够占据多大这种优势 能够有多大程度去获得我将来的用户 怎么通过数据驱动的这种方式 来打造我下一代的移动出行业务 围绕这个汽车 围绕于用户为中心 来打造这个新的汽车系统生态 这也是现在主机场 在考虑和破局的这样一个关键点 我是微软企业服务部的数字化架构师 我叫吴斌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的这个软件的这个能力 已经融入到的车辆的本身 所以我们通过软件来重新定义车辆 这个智能网练的底座 通过车边一体 通过建立数字轮生 我们能够让车辆的数据和云端的这种计算能力 无法融合在一起 同时能够通过数字化生态 接入更多更好的这种外部生态 为我们的这种车主提供这种更好的互联驾驶 和这种移动出行的体验 同时也赋予了这个车辆 去改变它这种行为模式的方式 一辆车它可能是一辆私驾车 但通过软件的方式 可以把它重新定义成一个移动出行服务的车辆的提供者 那它又会成为一个移动出行 或者是说这个分尸租赁 以及这个共享出行的这样一种车辆 所以它的本身的这种内容 它能提供这种服务的体验 都会所谓的这种软件的重新定义 能够产生不同的重新变化 这也是我们这个车企着力打造的 下一代这个智能网链的这个车企的核心能力 其实都是说我们像做软件一样做车 就无论有个HoloLens 我们是通过这种AI 这种虚拟现实融合的方式 通过协作的方式 通过数字软身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不同地域的工程师 不用照出一个车辆的前提下 通过虚拟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车辆的本身的设计 我们可以在实时代测量 加装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去测试它一个对实际驾驶环境的反应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软件测试的方式来做车 同时我们通过像数字软身 我们前面听到过这些技术 我们可以用数字的模型 来替代游泥模型 我们通过这个数字软身 降低我的研发成本 提高我协同研发的这种能力 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一系列 我们讲的敏捷开发的工具链 把敏捷开发的软件开发理念 融入到我们的车企的开发过程中来 让它像是做软件一样去造车 我们现在很多合作的这种主机厂 OEM 他们建立了软件中心 招募软件开发人员 我们向产品研发的过程中 用增强现实和数字软身的方式 来助力这个产品的研发 同时还有一点比较先进的领域 我们知道原来自动驾驶的话 我们是需要辆车去路上去做路式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主机厂都意识到 我做路式需要大量花费大量的时间 我可能只能跑100万公里 但是我用这100万公里的数据 我收集上来以后 我通过高性能计算的方式 去训练和模拟它 在1000万以上公里的模拟的数据 所以说我们需要用这种 自动驾驶这种软件的工具链 从数据收集到数据处理 到这种训练驾驶模型 和路径规划模型的这种建立 到最后我们到车执行过程中 形成这样一个闭环 在之中我们需要很多这种软件 开发的这种工具链 包括AI的模型 Machine Learning的模型 以及这种大数据处理的这种模型 高性能计算的模型 这些都需要我们的主机厂 需要跟我们的软件公司 这块有一个很深度的合作 包括现在很多自动驾驶的实验室 它实际上都是有一系列的 软件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来构成的 所以这也是说 整个车辆的将来的智能化的基因 的智能化程度 其实都是由软件化 和这种数字化程度所来决定的 我们数字化的竞争力 能够决定的这个汽车将来 能够占据多大这种优势 能够有多大程度去获得我将来的用户 这也是说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存量市场当中 我们需要去为这个产品 注入这样的数字化一些能力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的这种生产力 生产力势必我们会涉及到 供应链和生产协作 在前距化供应链的大环境下 我们怎么打造一个高度敏捷的 响应化的企业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供应链的设计 和我的这个息息响应的能力 能够去适应这种突发事件 和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能够通过网络设计和这个供应链 路由的优化 确保我的响应能力 同时我们会有一些主动预测的能力 通过需求预测 通过这个智能系统 来进行这种准确的和动态的预测 同时帮助我们优化这个 从物流到场内库存 到生产节拍 到整个突发事件的管理 来提高整个供应链 网络中心的响应能力和敏捷性 最终我们把这些供应链的能力 形成一个集成业务规划 帮助我们的OEM 来制定从战略到采购 采购材料到制造和交付车辆 整个的一个闭款中的优化 怎么通过数据驱动的这种方式 来打造我下代的移动输行业务 围绕这个汽车 围绕于用户为中心 来打造这个新的汽车系统生态 这也是现在主机厂 在考虑和破局的这样一个关键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下 如果说仅仅是卖车 现在已经受到了影响 但如果说我现在有一个 移动出行的业务 能够去满足我现在这种 即时的出行的服务的这种需求 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提供这种 在困境下突围的另外一种思路呢 虽然现在这个车企的寒冬 现在目前看起来 好像似乎没有缓解的趋势 但是我们认为冬天 中规会过去 我们能够为将来的春天的到来 做好更好的准备 能够让我们去迎接一个 可能更加光明的未来呢